那双方主角来握手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几分定格在124比99 攻击同西队 在主场25分 血洗山西队 今天布莱克尼自己 足得50分 和里培啊 直接组成了扣场双枪 真的是杀疯了兄弟们 今天山西队之所以输球 也是对布莱克尼 包括林立的限制不太好 今天希勒之打在场上的作用 还是挺关键的 包括今天阿日啊 刘东啊 内线都是非常硬 希望山西队兄弟们 也是在课长诉求之后 及时的调整 找回自己的状态 加油山西队 同时也是恭喜通西队 在主场拿到了一场 叹唱林立的大胜 今天杀人报名 只有李鸿鹏自己没有得分 另外今天张宁的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啊 全场得到了20分 六篮板 一助攻 两抢断 但是奈何兄弟们 双拳 难敌四手啊 今天这个一晚 注定属于布莱克尼 注定属于南京同西队 祝贺同西队 在主场获得一场胜利